大家好,我是桑普,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香港最近被中國共產黨,整個北京的政權打壓得相當厲害 一開始的引爆點突然之間無中生有地講郭榮鏗 他做這個立法會的內會的代主席,也就是主持的時候 經歷過這麼六個月,十幾個會都說他開不成 突然之間在六個月後的今天突然發難 就是針對郭榮鏗說他可能會犯下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先是有諾惠寧在《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的一個場合裏 說香港已經去到五十年不變的中期 反送中的做法已經是衝擊到一國兩制的底線 他甚至說三十五加這個做法是奪權才有這樣的炮響 就是說三十五加,就是我們很多民主派的人士 希望在九月的時候能夠有過半的議席在立法會那裡 所以基本上可以擋住二十三條立法 這個時候港澳版、中聯版隔了一兩天之後就發炮 基本上無論是港澳版的夏寶龍 中聯版的駱惠寧基本上都是二口同聲的 他在四月十三號的時候,港澳版發表了一篇文章 刊登在他的網站裡面 題目就是《就香港特區立法會亂象答記者文》 裡面講到一句話,最後收筆的時候這樣說 一些反對派議員為了謀取政治私利 妄顧公眾利益 採取卑劣手段癱瘓立法會運作 但這種行為無異於政治攬炒 竟然將很多我們在抗爭的時候用的詞語 去那個地方骨語懷為之後偷容 政治攬炒 他說我們這些所謂的支持的民主派議員 所作所為是令人質疑有違有關宣誓誓言 這一點就是《基本法》第104條 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我們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認清 反對派此舉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 決不能任由這些議員不擇手段 一致以望為罵下去 這段說話是港澳版講的 這段說話也得到了中聯版的迴響 亦都一致這樣說 這番說話重點不是他怎樣說 什麼政治攬炒 什麼強烈譴責 甚至我覺得不是所謂的公職人員失當 是說這種磨刀火火的聲音 是對著有違有關宣誓誓言 這幾個字去做 這一點正是港澳版和中聯版 最磨刀火火的地方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你要告一個議員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詩問現在香港法庭已經休息到五月初 之後要開庭 你開始要build一個case 去告律政司找他去告 一告上來 起碼都要排期排到下年後年 所以這種做法 免時失事 更重要的是他不會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因為為什麼呢 郭榮鏗所作的所謂就是 他說他作為一個內會的代主席 一主持 他是尊重所有議會者的意見 既然很多議會者都很多問題要問 要讓他們先問 換言之選不到內會主席 完全沒有違反到立法會的 或者內會的議事規則 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 既然沒有違反任何規則 沒有違反任何法律 何來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他有貪污舞弊嗎 他有收別人的錢嗎 沒有這件事 所以第一要告別人 可能要排到下年後年 根本上已經過眼雲 已經是另一個地方了 第二個地方就是他告不入 就算這宗官司只是浪費 郭榮鏗的勞力時間和費用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針對這個地方說 他會針對宣誓誓義 2016年在糧油案發生的時候 人大也作出釋法 是針對基本法第104條 說每一個立法會的議員宣誓 要效忠香港特區 以及要擁護香港特區基本法 就說他們兩個人拒絕宣誓 或者亂宣誓 就違反這些基本法 於是不真誠 於是DQ了他們兩個 其實再DQ了另外四個 當時這個歷史大家都知道 但今天不是說有人拒絕宣誓 不是有人亂宣誓 今天情況是甚麼 今天情況是有一個人 宣誓誓做立法會議員 他根本是運用立法會議員的權力 他在不違反議事規則的前提之下 他希望基本上把各位在席議員的提問 處理好才去選主席 如果這件事造成拖延 有沒有任何損失呢 各位是沒有的 因為他在排行十幾個議案 在後面那些 包括了惡名昭彰的國歌法 以及一些所謂的不急的 要任命 譬如說馬道立下年年初退休 要任命張舉能成為 這個中心法院的首席法官 這些按以前的先例 都可以在馬道立退休之前 兩個月三個月做都可以 不急著在這個會期裏處理 換言之是沒有任何急迫性 要去面對未來內會的任何議題 至於說這次抗疫需要的撥款 需要緊急的處理狀況 完全是行政長官自己去做的事 甚至大會的問題 完全不需要內會的 因為正如譚文豪議員所說 內會是不管撥款的 既然是這樣 有什麼損失可言 是沒有損失 它有什麼違反誓言可言呢 不好意思誓言就很簡單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很多年輕人不同意兩句話 不要做立法會議員 如果同意的話 不是做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我肯定是同意兩句話 它有何違反誓言可言呢 如果你說基本法 你說那個所謂的特區 是要求你的會議 不可以有延遲的 不可以拉布的 各位 在97年之前 民建聯這些議員 拉布 你有沒有將它一個一個DQ 還有 之前我們這麼多的人 曾經在立法會上 展開很多拉布的動作 是不是這樣 會一個一個被DQ 其實講這句話 是講給大家 自己嚇大 因為按照現做的法律 是做不到說它違反誓言的 不過 世界上有人大釋法 雙國有個可能就是說 它通過新一次的人大釋法 去處理一個所謂什麼的真誠 擁護基本法 真誠效忠特區 多真多誠呢 港幣人大的常委會 可以不斷這樣捏造不同的事情 去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它認知的真誠 這個就是危險了 現行的法律 你去告它 告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基本法第79條 第七項的地方 第七款 它就說 你行為不檢 或者違反誓言 可以經過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的會議員 可以去呈請這個立法會主席之後 取消這個議員的資格 這個就是DQ了 但問題就是說 現在民主派可行 還有二十二個議員 是在立法會裡面的 所以基本上三分之二 基本上是不可能去達成 就是這班共產黨的人 不可能去使你有三分之二的議員 在籍的議員去DQ一個人的 你用不到79條 那你用基本104條 或者2016年的釋法 做不做到呢 做不到 那它要怎樣 它有一個新的人大釋法才做到 所以就是說 這一點 是它告訴大家 暗示給大家聽做的事情 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一番說話 其實不是說給郭榮鏗聽的 這番說話 是說給所有現在想參選的疑似候選人聽 以及所有全香港的選民聽 告訴大家 你有本事就選吧 你選到一個三十五家的黃色 支持黃色勢力的 即是我們民主勢力的一個議會 都沒有用的 他可以選前借僱去DQ議員 選後借僱去DQ議員 同時你就算做到 我可以怎樣呢 針對特定的一些議員去DQ你 DQ不到不行 不要緊 就要立即到時候 或者現在 立即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頒布一個上方保健 就給所有選管會 和他的選舉主任 知道可以DQ他 那這件事 我想是現在共產黨下的一個功課 一個功夫 那這番功夫如果做出來的話 對於香港的衝擊相當大 如果你不是用人大新的釋法去做呢 我想不到一個新的方法 他可以立即去使得各個人震懾 除非他可以今天好像對抗長毛那樣 找個人 即是假裝瘋子 然後去襲擊一個政治人物 他可以這樣做呢 共產黨什麼邪惡都可以做出 所以他可以買空殺人也好 買空傷人也好 嚇他們家人也好 做任何邪惡的事都可以做出 但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這種事情是不是我們怕呢 我們當然不會怕 因為我們做所有的事 我們都希望所有 即是在考慮中 積極考慮參選的候選人 就明白 我們面對未來這個議會 不是一個正常的議會來的 是一個我們必須要擋住 23條立法的必要的堡壘 當一場戰爭 一個堡壘去打 這一場他們的攻堅戰會相當銳利 千萬不可以調以輕心 而我看到整件事大家都分析過的了 大家擺在眼前都知道 是違反基本法第22條的了 因為22條講得很清楚的 中央各個部門包括中聯辦 港澳辦不可以去干涉香港的內部事務 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是不得的 而更加緊要是去到現在 香港的很多的立法會裡面的 運作一些芝麻綠豆的事 說到最後這些事 在政治環節一邊是一個很少的問題 如果香港連這一點的所謂的自治權 都沒有辦法是有的話 那我告訴你一國兩制是等於零 一國兩制是等於玩完的 而你問我一國兩制去到這一刻 是否等於玩完呢 就正如很多人說的 現在1.5都沒有了 可能1.4 1.3 1.2 1.1不斷地沉淪 那你說是否完全一樣一制呢 那我不可以這樣說完全沉淪為一制 但是那個速度很快 因為為什麼我不是沉淪為一制呢 你看到我在說話 我不變成劉曉波 你就知道我不是沉淪為一制 至少香港也有不同的媒體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抗爭 但問題就是抗爭的人 失蹤的失蹤 被捕的被捕 被人性侵犯的性侵犯 甚至無邊浮屍的浮屍 失蹤的不見了家人的很多 逃亡的逃亡 這件事基本上已經去到1.01制 我希望這個言論自由 起碼一個人一個議員 可以做什麼的自由 起碼有吧 中共的第一盤棋在這樣打 第二盤棋它再捉下去怎麼玩呢 就是搞23條 為什麼這樣說呢 駱惠寧在搞完這件事之後 再做一個新的輿論 他說香港有一個短板 就是國家安全立法未做好 要求盡快在法律和執行的層面上下功夫 23條立法要做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出來說 特區將就立法創造有利條件 打擊恐怖主義盲額 這一點就是相當令人氣憤 因為據大家所知 無論李家超今天說的話 或者之前看到鄧炳強 警務處處長所說的話 亦都令人相當氣憤 因為他現在已經製出兩把上方武劍 因為現在沒有23條 他在找兩把所謂的上方武劍是什麼呢 一條就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 就說你是所謂的搬亂罪 sadition 就可以將你說你說的東西 只要是違反國家安全 分分鐘或者你表現的方式 是違反國家安全 就可以當你用搬亂罪去處理 判決是分分鐘去到相當高的水平 我想起碼是十年的有期徒刑 這個相當離譜 那你說 喂 桑普 你是不是嚇鬼的 不是我嚇鬼 是共產黨的嚇鬼 你問回陳文敏所有法律系的教授 都知道這條搬亂罪 基本上不可能在香港適用 香港現在的所有刑事罪行條例 是不可以依然入罪 你說不是 我回到第九條、第十條看過 第九條、第十條都說 只要你去侮辱原文寫英女王 因為這條是陳年舊法 現在就變成了侮辱 可能是習近平、侮辱特首 你侮辱這些情況 就當你入罪 但不好意思 1991年 香港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所有限制人權的法律和政策 是需要受到一個比例原則的審查 proportionality test 換言之任何政府的機關去限制公民的權利 必須要是必要的做法、適當的做法 和合乎比例的做法 就是殺雞不用牛刀的做法 這種做法在吳嘉玲案 即九十年代尾的時候 中心法院的判決都已經體現出來 我們看到中心法院已經有判例在前 人權法案條例 九一年已經立法 換言之以兩個地方 可以再去解釋 刑事罪案條例第九條和十條的內容 並不可能可以高歌猛唱 被這些原先的惡法 是如入無人之境去適用 換言之惡法必須要受限於 剛剛我說的人權法案條例 也就是說牽涉到兩個人權公約本身 國際人權公約本身的規範 和中心法院一系列 關於適用proportionality test的判例 所以我那個地方不怕 他拿了第二把保檢出來 第二把保檢是什麼呢? 恐怖主義 他就說聯合國有個恐怖主義的反恐條例 基本上香港也要把聯合國的反恐條例 變成本地立法 按照聯合國的反恐條例 基本上這些恐怖主義活動 就可以判處暴棄套刑 終身監禁 各位 竟然是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 說我們香港人搞恐怖主義 你知不知道恐怖主義是什麼? 恐怖主義必須有個前提 問題就是說 濫殺 而之後呢 你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一種 有系統地去濫殺對方的行為 這種恐怖主義 問題就是說 七二一八三一 大家都口號都會喊 七二一不見人 八三一就是打死人 一零一就是槍殺人 這只是大家家喻胡曉的事 那你問一下 周梓樂同學是怎樣去過身的 陳彥霖是怎樣去過身的 大家想一想 你說完全沒有任何的蹤影 你看一看新屋嶺是什麼事件 恐怖主義集中營 多少人現身說法 告訴大家發生什麼事 誰是搞恐怖主義 香港就是搞恐怖主義 共產黨就是搞恐怖主義 香港警察就是搞恐怖主義 他竟然告訴大家 他要用一條反恐條例 來對抗我們這些本土恐怖主義 將我們跟那些在英國法國那些 所謂是效忠塔利班 或者一些基地組織的人 那些人發動的恐襲相提並論 各位香港這麼多個月以來 由去年六月到現在十個月 香港市民有哪個時候 發動過一些無差別的攻擊 去攻擊一些完全無辜的人 你說有個別一兩個例子 去襲擊警察或者逃人那方面 記住這班人是一對一的處理 並不是一個無差別的攻擊 一些無辜的大眾 而且他們是事出有因的 很多東西你只看一個鏡頭 不看前文後理 你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 被人打或者被人撕了 沒有任何的背景 其實那些是一些正當防衛的行為 而不是所謂的恐怖主義 所以你說恐怖主義是什麼 恐怖主義就是警察 它制出這條條例 就算你要上到法庭 香港的法院 我相信就是沒有人 會將這些東西定義成為恐怖主義 否則香港法院所有審判的刑事案件 是不是個個都是說 你怕了罪犯就叫恐怖主義 怕不是 恐怖主義是涉及到一個持續有系統的一些濫殺行為 這個就是恐怖主義 中國共產黨就是恐怖主義的大本營 看看新疆 看看每一個中國一些 很多虐待人的地方 很多的事跡大家清楚 好了 剛剛恐怖主義和刑事上條例 就是叛亂罪第九條搞不定了 它是怎樣呢 就是想搞二十三條立法 想搞二十三條立法 有很多人就害怕了 哇 搞二十三條 那香港就玩完了 我覺得大家要靜一靜 冷靜一點想一個問題 現在是不是搞得起 二十三條立法 它硬搞的話 就立即怎樣呢 叫政府立即去草以一個法例 跟著可能最壞的情況 藍子草案又沒有 白子草案又好 什麼都沒有 立即上立法會去排期 去表決一讀二讀三讀 那很快就過了 現在全部都是共產黨的走狗 在立法會裡面 關鍵的地方就是 立法會七月就休會了 復會有九月 分分鐘六月七月的時候已經休會 現在哪個時間 你自己看看日曆 四月十六號 四月十六號 四月中的時間 好了 四月中的時間 你會看到 還剩下一個半月 你的草案都要草易 你的草案都要諮詢 你的草案都要交一讀 二讀三讀 所以這個會期裡面 去處理二十三條流法的機會不大 你說會不會趁著外國疫情 這麼肆虐的時候 中共趁我病拿我的名 什麼都有可能 但我只是說 疫情很快會過去 那個稅政主義 就是 我們所說的 姑息主義 是很濃厚 但這件事 很快會撥雲見日 我挺有信心 關鍵的地方就是 在香港這個情況 這麼快推出二十三年立法 如果我們民主派的人士 做好一切的防禦 要防止它被DQ 找好Plan B 各方面的人 人馬 人腳齊了 可以在七十席裡面 扭到三十五家的席位 那它做不到任何二十三條立法 因為二十三條立法 要出席的議員過半數通過 就算扭到三十五個議席 已經block了它 因為要過半數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立法會選舉 是香港生死存亡的一次 攻堅戰的防守戰 人家在攻堅我們 我們在防禦堅壘 萬一我們這次 拿不到三十五席 我可以告訴大家 二十三條立法肯定 會在今年高速推行 所以如果我們要避免 我們被人所謂攬炒 我們就一定要在議席上拿到三十五家 怎樣拿到三十五家 很簡單 做好協調 做好有關的一些公民的一些 一些富權或者一些授權的行為 同時功能草別也不能放棄 一直不能少 我想這一點是橫跨了所有的泛民 和本土派 基本上是一致的意見 因為當然我們知道這個立法會 不會有助於我們光復香港 完成我們真正的時代革命 但是它可以為我們擋 是一個堡壘 是一面城牆 是一個哨站 如果我們放棄了這個哨站 被這個城牆高處 被共產黨佔領的話 城內的人很快就會被他完全去剿滅 看到這一點 二十三條是否真的做得到 未必做得到 大家知道吳可兒、梁家傑 以及各位的 例如Dennis Quark 即是郭榮鏗 很多一些公民黨的大狀 他們都分別發出一些很重要的聲明 三十個是選委 法律界的選委 他們都說得很清楚 一定要支持這件事 一定要譴責 支持民主派的做法 譴責諾惠寧這番這樣的講話 這一點也看得到 吳可兒華 現在的形勢 2020年的形勢 是比03年危險很多 現在中國共產黨 是為23條立法鋪路 是迫使法院識做 很壓勻 迫法院識做的觀念 觀念的地方就是 要了解什麼的國家安全 為什麼我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最近《路透社》 有一個報導刊登出來 他說馬道立 我們中審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他說馬道立 基本上經常被一些本地從中央來的官員 很明顯就是中聯辦 不斷找他出來遊說 甚至找一些內地的法官來香港訪問 報道說馬道立已經相當疲累 是有疲累的痕跡 覺得應該是很難再撐下去 他已經剛剛已屆退休年齡 他下年的年初就會退休 他都很擔心 下一棒 就是把他和一個法官能否守得住 有些法官就說 如果他干預首席大法官的任命的話 隨時法官會爆發離職潮 換言之香港司法界知道 現在以前說到包子金法官說的 烏雲蓋頂的問題正是籠罩著香港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馬道立在那個訪問稿裡面說 他說我見到有很多這些人 無論是中國內地的法官也好 或者是暗示中央駐港官員 或者是中聯辦 他們找他去談 天天在疲勞轟炸他 找他出來吃飯 聊天之間就說 喂 不要說那麼多司法獨立 三權分立 這些東西當得飯吃嗎 最重要是什麼呢 國家安全 最重要中國主權 司法就是人民的工具 黨的工具 你說這些東西不合時的了 打到馬道立都要 煩到頭昏老將 於是顧左右而言他 就說不如大家說一下踢足球 所以看到馬道立已經被他們 逼到頭昏老將 然後路透社的報道更加引述到 有三個資深的法官說 香港的司法獨立正是受北京領導階層的攻擊 而嚴重地威脅香港的法治 他都很擔心下一趴 能不能守得住 我再說說什麼是法治給大家聽 法治是rule of law 而不是rule by law rule by law 就是有一個人 擁有絕對的權力 你用法律作為統治工具 去rule 去統治大家 共產黨其實從來連rule by law都不是 他隨便說的就是法律 這些情況就叫做rule by his order 但問題是這個不是法治 法治是rule of law 法律本身這個公平的遊戲規則 是凌駕於所有的人上面的 因為我們追求的公義 包括我們保障 生命身體自由名義財產各方面的東西 基本上是法律的優先保障的事項 如果你說今天是否因為三權分立受到衝擊 其實不是三權分立的問題 有些人說是否司法獨立受到衝擊 某程度上是 也不是說中了 中的地方就是法治這個精神 香港原先已經脆弱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民主的選舉 法治是好像毛巾之潭 毛巾的浮瓶一樣浮在水上面 隨時大風一吹 整個浮瓶就是雨打風吹去 我們的法治本身就很薄弱 現在我們連這件事都沒有 我們依靠的唯一就是什麼 因為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再加上中審法院九十年代初和千禧年代 有一系列的一些中審法院維護人權的判決 如果這些判例和人權法案條例不存在的話 香港這些法律的質素 比戒嚴時期的國民黨台灣還要差 甚至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還要差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都不會有一條半暴動罪 寫到破壞社會安寧 即是非法集結加破壞社會安寧判你十年 沒有這條什麼的 這是香港特有的 為什麼 是因為殖民時期 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一條盲腸 沒有撤除 就被人家這樣用法 好了 現在我們的情況就是什麼呢 法官個個都擔心 其實我不僅擔心 我差不多有些覺得很難頂 根本頂不了下去 但問題就是司法界的人 就好像不可以說 很多人都說法治已死 法治怎會有險可守 這件事我們可以說 我不是一個訴訟律師 我是一個商務律師 我可以說這些話 但在做訴訟的律師 尤其是大律師和法官 他們本身是應該確守自己的職責 去做好他們的事 我希望他們能夠加油 但是他一定要明白 承受了社會各界的人的很多批評 有些事是否只是做一個 守護你自己那部法律的 民意解釋的一個法官 定說你要利用法律去促進 及保障香港人的人權與自由 這就是很重要的抉擇 我看到若干法官是前者 不是後者 不是後者 後者的法官是很少 就算現在包子的大法官 已經離開了法庭的體系 所以看到我們面對的一個陰霾 不知道是陰霾 是會急風暴雨 今天不是溫水煮蛙 就好像梁家傑前議員說 是一個烈火巧蛙 即是滾水煮蛙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香港人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呢 我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不要怕支持三十五加的行動 我知道大家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希望大家能夠和充共濟 能夠好好地達成這個目標 同時不要放棄抗爭 放棄了就什麼都沒有 只是專注這個立法會選舉 也是什麼都沒有 你知不知道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到今天都不會出兵香港 是因為一個重要的原因 香港在全世界眼中 對很多國家相當重要 否則早已粗兵下來香港 爆發一次大的六四 為什麼他都要找一些人 喬裝香港警察去做所有的事 是因為他覺得他未到一個時機 可以將香港完全收為己有 各位 香港現在的情況 給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相當大的衝擊 因為中國共產黨面對一個中美的糾紛 紛爭 新冷戰不斷去抬高那個架勢 疫情大家都可以blame China 而且中國是絕對值得被人譴責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到中國最近做什麼事 你看大局 它最近做什麼事 就是將五千萬噸的大米 調入中國 儲糧 跟著還有一件事 就是要去中國要全面復工復產 要求北京4月26日希望解封 5月10日開糧會 證明給大家看中國經濟在運行 不過當然很多衛星資料 紅外線的監測知道 中國根本是復工未復產的 很多訂單根本上都沒有 好現在的情況中國現在在爬緊 因為經濟開始見底 因為沒有訂單截 沒有錢入的時候出事 美國離開了世衛 但問題是說 離開世衛的時候 拋低了一句說 你中國自己搞定它 然後譚德彩都說 美國離開了的話 就靠其他國家給錢我了 中國就要被人量水 被人要錢 更加多錢 你怎可以出4400萬美金這麼少呢 出夠4400億 不止這個數 還要看一看美國現在多少官司打緊 甚至可以這樣說 美國如果真是出手招 註銷所有的美國美債 一萬億美金 還有不止美債 還要是中國共產黨的企業 中資企業 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他們的家屬 在美國的資產 接近一萬億美金 兩筆加起來 兩萬億美金 即兩兆美金 如果分回到三億多的美國人裏面 即每人突達到接近一萬元的美金 每人分到一萬元美金 可見我告訴你 如果能夠將中國共產黨這些勢力 完全拔起 停止姑息 停止衰靖主義的話 我相信整個世界會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害怕 害怕的時候它看著香港 它就說香港這個地方 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完全進入我的籠中 還是要擺它在一個出氣口的位置呢 因為你想想 以前用香港作為出氣口 是因為為什麼呢 我需要一個管道去做一些洗錢 走資各方面的動作 在我中國的海關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問題是說 如果中國那麼愚蠢 關掉這個氣孔去 即是說它自己變成鐵桶一塊的時候 就進入跟美國一個全面作戰的狀態 中國是否經得起這個戰役呢 肯定經不起 中國只是派一個遼寧號 去到菲律賓海 在那裡掩掩掩掩掩 但它不敢挑人美滾一下 它敢去發一下炮 去轟擊羅斯福號嗎 一點都不敢 羅斯福號差不多600個人確診 它有沒有在這個時候趁美國病 拿美國的命 它不敢的 因為這件事它知道 美國不止一手羅斯福 羅斯福號這麼簡單 換言之它這個時間 會不會爆發一場全球的政戰爭呢 中國根本不肯 也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中國多少官員黨產 在美國剛剛講給大家知道 一萬億美金 它當然不敢動 不敢動的時候怎麼辦 除了投降之外可以做什麼 我就不知道 它唯一一點就是 它會硬頂 它不敢主動攻擊 它很怕一爆發戰爭的時候 中國什麼都民窮財巡 所以它要五千萬噸大米進入中國 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大米會發霉霉的 慢慢看看它怎麼發霉霉的 關鍵的地方就是 香港它會怎麼看呢 其實它舉期不定 它現在要用一用喊話的方式 來告訴美國 香港是我的 國家安全我要保障 我要貫徹 你們這班法官 一定要守國家安全 你們的議員選都沒有用 然後你違反誓言 規則是我們的 它要告訴香港人這樣 因為它很想 香港這一場抗爭運動 很快地平息 但不要忘記 它這種做法 只是用石頭砍自己腳 我愈敢說 香港人的反抗力愈大 而反抗力愈大的情況下 我會告訴大家 美國會更加關注這件事 不要以為因為疫情影響 美國會現在無瑕顧及香港的一切 沒有所謂有不有得不得閒的問題 而是說真的出事的時候 美國有這樣的軍力 它有多少艘航空母艦 有多少太空軍隊去設備 去對抗中共 所以就說 不要說美國沒有空來香港 其實美國絕對 是不斷關注香港的狀況 不止是這樣 歐洲多少國家 尤其現在染了疫症 是Boris Johnson 經過這次的情況 這個等於 他的患病仇人 就是中國共產黨 大家知道了 你想想他會怎樣去到中國 雖然現在MI5和MI6 都是傳了Strong Signal 但它MI5和MI6 兩個情報機關在英國 基本上都是要求約翰遜 建議一下約翰遜 維持華為參與英國5-35% 為上限的標準 但問題是 英國國會很多議員 已經不滿意了 很多Backseat的一些 保守黨的議員 也都說不可以這樣做 一定要禁止華為去中國 看一看他跟Dominic Raab 即是南韜文外相 會怎樣去做 但我肯定地球在變的時候 整個疫情會導致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一直以來四年 川普未做得很成功的事情 就是拉攏五眼聯盟 和日本、台灣 和一些歐洲國家 加入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共同反中共的陣營 我想分分鐘就會很快 就會形成一個這樣的趨勢 剩下的歐洲國家可能是 塞爾維亞 可能是西班牙 但不會是法國和德國 這種情況 慢慢形成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到 中國是會招架不住的 如果大家對於中國能夠理解到 它越是猛狀 越是想發毛的時候 它可能做很多 用嘴巴說很多一些 醜陋的說話出來 但它越不敢做出它想說的醜陋說話 這個越適例內任 絕對不敢去做此 真正要守護我們香港尊嚴的人 靠我們香港人 怎樣展現出我們的力量 而台灣也要珍惜這個時刻 因為如果台灣要走入一個 真正正正常的國家 現在就是關鍵時刻 如果你說錯失了關鍵時刻 可能就是萬劫不復都未定 但我只是說 香港人本身要走進一個 國際社會關注的這一點 是絕對已經做到 以及要持續做下去 這個疫症舒緩之後 我肯定告訴大家 抗爭運動會再起 無論六四晚會會否取消 現在都未定 但6月9日記住 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是我們香港的自由運動也好 反中抗暴運動也好 或者叫做反送中運動也好 一周年的事件 接下例 你要知道6月9日之後 夏天來到 7月1日大遊行 721、831、101 你想一想 每一個這樣的時間 都是一周年紀念 你說香港人還有得缺席嗎 疫情不會無限這樣下去 總會有個平息的一天 會有個反覆的時候 我知道共產黨 一定會通過香港政府 限制我們在家裡 四人聚集等等的事情 但有很多人 如果我們都會聽這些所謂家長式的訓話 那就不會有這一年來的運動 所以我們要記住要撐住下去 還有看到剛剛講的 無論是23條 或者看到立法會上面對於郭明鏗的攻擊 這些東西 我希望大家記得一件事 明白的風險 明白的風險就是兩點 就是立23條在9月後 第二個風險就是 分分鐘人大搞個新釋法 去詮釋什麼叫做真誠 擁護宣誓誓誓言 只是兩個風險而已 但記住這兩個風險 不是即時的風險 因為你看到最近民間團等等議員 也都想盡辦法去改變一些規則 甚至收割議事規則也好 或者派遣一些新的一班議員 去跟郭榮肯喊話也好 他們就希望通過立法會的解決 所以這個會拖磨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沒有即時的危險 不要因為共產黨幾番的喊話 而自亂鎮腳 他目的就是希望我們自亂鎮腳 所以你不需要 不需要回覆他 當他要隱形就可以了 記住做好兩件事 部署再抗爭的準備 好好選好9月這個立法會選舉 做這些兩個實事 和連結國際的友好 做這三件事是最重要 說就是沒有用的 是做不要說 說就不靈 所以說的話就說到這個位置 希望大家明白 做這幾件事 不需要和共產黨進入罵戰的 不需要太多罵戰去對抗共產黨的 因為他有更多實力去對抗我 關鍵的地方就是 共產黨我不相信 他能夠去敵得過 我們香港人民的實際行動 拿出實際行動出來 比這個所謂的罵戰更加好 等他慢慢過之後 六月一度 我想整個形勢會有很大的轉變 那我們就忍 四月五月 這兩個關鍵的月份 但很快 我想 船刀橋頭 就可能自然直 去到那個地方 萬木春的時候 希望大家有這樣的生命 還有這樣的健康 可以去看得到 還有繼續去貢獻這個地方 賓詩 神經病 人 感谢观看